這部是NDS 這部是NDS LL 而這部...沒有這部,因為我想買 大家好,今天就來出一條閒談 去說最近發生了一些很特別的事 一開始我給大家展示了這個NVDS的機器 有這部的小機,然後一部就是中LL機 我最近也想買一部NLL3DS 由於我不是很記得購買的過程 所以我盡可能都記一記 但是我寫了一些稿在電腦上 所以眼睛可能未必會經常對著鏡頭 或者對著大家 請大家見諒 首先大家一開始都聽過 我就想買一部NLL3DS 因為NLL3DS可以做到錄影功能 所以我就推出了黃金購買 因為大家都知道黃金 是比較多一些遊戲機可以購買 可能一些遊戲可以購買 一些電腦相關的硬件可以購買 很多很多電子東西都可以購買 也有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都在黃金買了這個 跟我相同的同一部機 就是NL3DS 我當然也想過去看看 究竟NL3DS的價錢是多少 或者是值不值購買之類 大家都知道 那個地方其實非常大的 上層下層 但是賣遊戲基本上只有上層才會有 所以就上了上層走一大段的路 走到最後就發現了 有一間店舖有購NL3DS 也不算太貴 我們一開始就問店舖的員工 就問他NL3DS多少錢 是不是二手之類的問他 他當然就表示 980元 也跟我們說 這個是二手價錢 基本上我們是全場最底的 也有一個人 昨天馬上買了另一個顏色 不知是白色 也跟我們說 我心裡面也估計 這個朋友是 買了另一個顏色的NL3DS 應該是我的朋友 店家裏也補充了一句 我們就不會像某一間店舖 這裡我就不開名 他就不會像某一間店舖 這樣他就會賣 一些二手東西 當是一手賣給客人 然後我跟朋友都笑了 我自己其實都不太知道 究竟這是什麼回事 因為我不知道那些店舖 真的可以一手當二手賣出去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都是附和一下 跟我朋友一起笑 我跟著一起笑 其實我不是很清楚 最後補充一下資料 那部NL3DS 那個店舖就告訴我 是買980元 這個價錢其實都是合理 因為我朋友都是以這個價錢去買入 對 所以我也接受了這個價錢 並且表示會買這部機 正當我跟店舖的員工說完之後 那個員工就小聲的 可能過機的時候 有點古怪 因為你可以看到他的動作 不是很流暢 然後再跟我們說 就有一個壞消息 要告訴我 就是說 這部機器不是980元 我自己當然覺得 有點古怪 然後再聽他說 後來他表示這部機器不是980元 而是1180元 是一手機 我聽到這個價錢 當然就想了一想 因為我自己並沒有預期到 我會買超過1000元的機器 因為我本身就是 預算的預算是1000元以內 甚至更加便宜 但當然很困難 因為船長真的只有這個店舖 是980元 但是最後我也是買了這部機器 最後我也是以1180元買了這部遊戲機 正當我打算離開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我就突然想測試一下這部機器 因為 其實正常來說 應該店舖要在我面前 去到測試這部機器 確認過一切無誤才交收 或者進行這個交易 完結這個交易等等 那我就沒有做到這件事 所以 我就去到 可能隔了一分鐘離開了店舖 去到第二個地方 開始拆這個機器 然後再看看 那當我拆了那個盒子之後 發現那個機器完全沒有電 對 如果大家知道NVDS的話 其實如果它沒有電的時候 它這部紅色 即是它這個燈會瘋狂地斬這個紅色燈 即是證明它開始沒有電了 那這個狀態呢 那個機器就是瘋狂斬紅燈的狀態 即是表示它完全沒有電 而且它也完全不像是一部新的遊戲機 首先這個外殼 這個裝遊戲機的外殼紙皮 有這個脫落的情況出現 那大家如果知道 其實一些紙盒很容易就脫落 即是譬如拆一下拆一下 就容易崩了一角 因為那些紙盒就太容易磨損了 那就有這個情況出現 令到我覺得它完全不像一手機 那一些機的觸控屏 或者是看東西的屏幕 那個屏幕都有些少許塵的出現 那大家如果知道 一部遊戲機怎麼可以分辨它 是不是一手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看看它裡面的屏幕 會不會有些白色的塵 有些一點點 甚至一些毛的出現 那就是代表它一定是開過機 開過很多次來的 而那部機正正就是有這個情況出現 最後就是 那個充電位開始有些少許氧化的情況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氧化 那這個充電位大概好像我這個3DS-LL 它是有些少許偏向黃色 但又不是很... 但又不是說屬於山獸好獸那種 總之大家可以看得出 即是肉眼可以看得出 它一定是經歷過歲月來的那個插口位 那當然啦 現在去到這一刻 就一定認定那部機就不是新機 但我也先回到店裡 再找收集一些證據 後來回到店裡的時候 我就想充電 因為一開始發現這部機就完全無法充電 我也擔心這部機是無法充電的 那我就說沒問題 我們等一等 沒問題 好,那後來呢 這個... 這個3DS就成功開到機 基本上開機就完全沒有問題 但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就是... 3DS開就開到 但是3DS有個軟件一打開就叫FBI 不是這個FBI FBI是一個3DS的軟件 那FBI就是3DS會改機使用到一些軟件 簡單來說 FBI就是可以進入一些遊戲 在3DS裡的 那證明什麼 證明這個遊戲機一定是經過改版改造過 一個破解的程序 也就是代表它一定不會是一手機 我亦直接跟這個商店說 這部機是經過改機 因為我認得FBI的軟件 亦都跟這個商店說 這部機應該是改過機 所以應該不會是一手機 這樣跟它說 店員亦都跟我說 就是說 那我不如退錢給你 其實他也有點... 不知如何應對 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 明明980 但突然又賣1180 然後又... 說是新機 之後又被我發現 它是這個... 它是這個二手機 所以最後他也退錢給我 並且表示 其實不太清楚這個情況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好了 這件事其實最搞笑的地方就是 這個店的店舖的職員 就表示 它不會像某一間店舖 將這個二手當一手賣給別人 但正正這句金句 也很完美地打了自己的臉 其實我回想一下 其實980這個價錢 其實都是屬於底的 屬於橫可以接受 未去到好底 但是... 不知道什麼原因底下 店員可能有個老闆跟他聯絡 就說要加價 加200元 變成1180 那我自己回想一下 1180 然後又買到一手機 那我當然是可以 因為加了200元 買到新機 可樂而不為 我就很快地答應了 但是發現它不是 事後也想回 其實有沒有機會可以買到一手機 都應該沒什麼可能 總之整個過程其實非常奇怪 而我覺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店員 這個金句 表示它不會像某一間店 將一個二手當一手賣給別人 但這個情況 正正就是出現了 即時 即時出現了 這個情況出現 好 那這個購買的經歷 就先到這裡 那我自己回想一下 都算是一個挺驚險的情況 因為如果我是那些 沒有檢查到沒有機 又或者是 沒有開過來看 又或者我是不夠膽去退錢 可能我還是硬吃了這個 1180 其實試想一下 這個1180其實很不值 因為... 因為明明 可能我另一個朋友 就以這個980買了這部機 但是不知為什麼 奇怪地 我是要用1180去買的 而且那1180 是... 真的我不覺得它是值1180 因為摸雙手 雖然外殼上 沒有什麼缺陷 但是最大的缺陷就是 充電位那些 因為充電位這些 其實如果你肉眼可以看到 它已經開始燃氧化的話 那證明其實 它可以充電 代表它發生問題的情況 非常之大 日後可能不知道 玩了幾個月後 可能很快就會充電位 有些問題 可能充電慢 又或者是 接觸不良等等 這些情況出現 所以其實我完全不覺得 這個價錢是值的 當然就會馬上找到 跟它說 因為它自己都表示 是一手機 一手機 但是現在回想一下 一手機 當然不會這麼便宜 一手機 起碼 我想起碼 炒多 六七八 可能大概一千八 左右 都還沒頂 但是這次的經歷 就告訴大家 記得要進行一些測試 檢查機 還有最好 檢查一下 究竟市面上的價格 這些機 即是你所買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價錢 最好就是檢查一下 我自己其實就 我沒有遇到 是有些這樣的情況 我大概知道 它是二手的價錢 但我沒有猜到的是 它說一手然後 我就買 誰知道是二手 而且我發現 裡面是改過機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改過機 所以是特別貴 但是據我所知 VDS的改機 過程 這些程序 其實不算太複雜 我自己都看過一下 我也不是建議大家去 或者是推銷大家去做 OK 那我們這次的經歷來到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下一次